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尾巴长出来了 气候温暖的地区常有壁虎出没 大部分的壁虎全身都是灰白色的 一到晚上不管是墙壁上还是纱窗上 只要是有光的地方 不时都能见到壁虎的身影 在新加坡的祖屋区里 住着一只名叫小虎的壁虎 小虎长着一条与众不同的尾巴 上面有几道黑色条纹 常被同伴们嘲笑 他因此非常烦恼 心想 要是我没有尾巴就好了 有一天 小虎从墙缝探出头来 想到阳台活动身子 阳台上阳光暖暖的照着 柔和的风轻轻吹着 小虎忍不住打起瞌睡了 哇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虎眼前出现了一道阴影 他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只花猫扑过来了 小虎连忙跑回墙洞 但是太迟了 花猫的爪子 已经牢牢的按住了他的尾巴 小虎大惊失色 拼命挣扎 忽然小虎脱身了 他回头一看 啊 尾巴在挣扎的时候断掉了 原来是他那条不一样的尾巴救了他 小虎开始想念这条尾巴了 我的尾巴没有了 怎么办 他急得团团转 一只大壁虎笑着告诉小虎 别着急 我们壁虎的尾巴可是救命的法宝 断了的话不要紧 它还是会再长出来的 果真 过了不久 小虎的新尾巴就长出来了 尽管还是有着黑色条纹 但是小虎却非常珍惜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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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